在连雨天收听广播节目的时候 一道强烈的闪光跨过天际 收缘机随之发出一阵杂讯 说明剧烈放电产生电磁波 加热有关电磁波的性质技术哪些正确? 第一个电磁波不需要介质即可传播 对的啊 它在真空中是可以传播的 电磁波的电场振动方向跟传播的方向互相垂直 为什么我们刚刚有讲了 这个电荷在这边蓝色的这个就是电场 传播方向是S轴往右边 可以说就是这边的往右边 这箭头的方向 那你箭头方向是我们的反应方向 电场是不是电场变化方向 是震荡方向是不是这样? 所以它们是相互怎么样? 垂直的 所以B是对的 C电磁波磁场振动方向与传播方向互相平静 你看吧 红色的是磁场方向 是怎么样? 也是怎么样? 互相垂直才对 所以这个C选项不是平静 是垂直 C选项 电磁波的介质振动方向跟传播方向互相垂直 电磁波的介质振动方向跟传播方向互相垂直 到底上这句话有点小增一点 小增一点 但是电磁波有没有 到底上它有没有介质? 不需要介质 OK 如果有介质 有介质的话 我去查证一下 应该很有可能 不会 就是说光跑到水里面 跑到玻璃里面 是不是就是跟介质作用? 还会让它的速度有所变化吗? 这样的作用 会让里面的介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震荡? 是不是真的里面的介质是电磁是不是这样震荡? 还是说它是整体行为 很难去讲说它介质有没有振动 这也是另外一种讲法 OK 好 所以 诸选项就是有一定的小增业 但是 比较合理的答案 就刚刚讲的是什么 不需要介质 A跟B 电磁波的介质振动方向 与传播方向互相平行 这是绝对是特别 好 所以这边 T选项 电磁波不需要介质就可以传播 所以这样 你这样讲T缓过来不需要介质 你就没办法解释了 所以这一句话很像 有介质的时候可能是会有可能可以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